诶 导播又是在搞事情啊 诶 导播又是在搞事情啊 诶 最近Smiley和ChaseMan的关系 真的是备受关注啊 是的 诶 这么一看 两人颜值还是满般配的 诶 你们 我掐指一算 今天有大事发生 小心一会儿下去的时候被粉丝打 摄影大哥你也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看呀我今天就不该来 什么 摄影大哥搞事吗 这导播大哥搞什么命场面啊 你们在期待啥呀 KC 你笨哪 不得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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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情况啊 你们也没跟俱乐部报备啊 看 快看 这份热爱意味着 我是被列了呢 我不会遇气 来 杨师 我去 杨师 这人 好了 别让气 别让气 大家一起来一下一下一下 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发现摄影机已经捕捉到了 ZGDX战队的ADC陆思成 以及中单童谣 他们俩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坦然接吻 已经公开了恋情 这一幕令在场的人无不惊讶万分 而坐在比赛台上的CK打野简阳 更是被这一幕气到摔了鼠标 厉害了 我的姐妹 今天要是我啊 我肯定吹到孙子吧 想当年 你爷爷和你奶奶我 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接吻了 别轰炸了 我估计我爸妈很快就要 杀到别墅来了 他们怎么说 能怎么说 我妈都懵了 问我到底是来打职业的 还是出道眼偶像剧的 还有我大学四年的室友 说要跟我绝交 谁让你打着打着游戏 突然跟电机男神谈上恋爱了 也没跟大家说一声 当然友情容易出现裂痕啦 你还像 我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等着加入豪门呗 或者 等着陆太太砸五百万到你脑门上 让你离开她儿子 我也不想公布的 我就知道会被喷肠狗 万一以后比赛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 万一我又被人打爆了怎么办 万一陆思诚的粉丝跳楼了怎么办 你谈你的恋爱 你担心别人干嘛 诚哥爱你就好啦 姐妹也爱你哦 你看 你有好多好多爱 我被他们说得也像中了血一样 我也开始有一点怀疑 是不是惦记选手 谈恋爱就是影响不好 你们又不是从今天 才开始谈恋爱的呀 你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也没什么影响啊 不都好好的吗 怎么 这么好的男人 让周圈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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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